这则新闻实在太惊悚 到现在惊魂未定 24小时之内 针对了真主党 1300个目标来进行攻击 这1300个目标 包括了有真主党的一些建筑 有真主党的车辆 还有他们的火箭发射器 以及飞弹发射器等等 那么在这一波最大的攻势当中 也导致了将近有500人不幸丧命 另外有超过1600人受伤 那么在这个首都 这是首都 这个黎巴嫩的首都里头 可以看到有很多的车辆 已经被炸毁 很多建筑也都被炸烂了 那么现在在当地的状况 是有很多的当地的民众 都不断的往北来逃 因为以色列是位于 黎巴嫩的南方 那么现在我们所掌握到的消息是 黎巴嫩在同一天 也有对以色列来发动回击 所以以色列也在同一天 是发出了红色警报 时隔18年发出红色警报 红色警报就提醒以色列的民众 你们要先到避难所里头去躲一躲了 现在在画面上头看到的则是以色列 他们的铁穹系统挡下了黎巴嫩所发射的一些火箭 还有飞弹 铁穹系统发威 不过还是有民众待在家里头拍下了这个铁穹系统 挡下了飞弹还有火箭的一些攻击 所以可以感觉得出来 双方现在局势是相当的紧张 这也是民众在家里头拍下来的画面 也有这个飞弹还有火箭 被这个铁穹系统给挡下来了 那么刚提到了 在南部地区很多民众 现在已经出现了车潮 往北的方向 已经出现大塞车的一个状况了 因为很多人西家带卷的 带了行李 带了这个一家大小就要往北来逃 我希望可以逃到首都贝鲁特 因为南部现在已经是不安全了 南部地区就是和以色列来接壤的 那么在今天稍早的时候 以色列的总理纳坦雅胡 他也出面来呼吁 这个黎巴嫩的平民 你们一定要离开危险的地方 他还强调说 这场战争并非是针对平民 而是针对职恩主党 一起来听 好那么可以听到刚刚纳坦雅胡是表示 他要这些黎巴嫩的平民 把他的建议给听进去 立刻逃离南部地区 这些危险的地方往北部来走 好那么现在外界就担忧说 假设真的全面开战的话 那么以色列接下来会面对到 什么样子的难题呢 何谓全面开战 在这个英国媒体每日邮报 在今天就做出了一篇分析 我们来看到 首先在这个地方就是以色列 以色列现在最一开始 他们面临到的是哈马斯 在加萨地区跟哈马斯 有激烈的战斗 那么除了在南边有 这个哈马斯的这场战斗之外 在现在黎巴嫩又可能会出现 跟真主党的地面战 所以等于是南北已经蜡烛两头烧了 那么另外在地图拉远一点来看 这边还有逊利亚还有伊拉克 已经伊朗 那么我们所知道 在这个真主党的背后 还有一些势力在支撑 比方说像是伊拉克 还有叙利亚的民兵 如果说这个战争是全面开战的话 伊拉克叙利亚的民兵 就有可能会出动无人机 还有飞弹来攻击以色列 而更远一点的地方 这个叶门叛军的部分 我们知道之前 这个红海冲突的时候 叶门叛军是针对了 行经红海的这些船只 包括有以色列籍的船只 还有一些西方国家的船只 来发动攻击 所以如果全面开战的话 可能叶门叛军又要动起来了 还有知道这个真主党的背后 其实是有伊朗的势力在撑腰的 所以会不会伊朗也发动远程攻击 外界都在瞩目当中 而且我们来看到当时 2006年的时候 黎巴嫩当时也是真主党 跟以色列有发动战争 不过那个时候的真主党 火力没有现在强大 当时如果只算火箭的话 他们只有1.5万枚 现在已经增加了超过10倍之多 所以外媒就分析说 现在的真主党比哈马斯 还要更难对付 以色列恐怕现在要面临一个 更大的难关了 黎巴嫩 真主党的BB call 群起爆炸 已经上钢道国安危机了 讲大官昨天漏夜调查 匈牙利经销商台湾办公室的角色 背后到底受谁所托 而近阿波罗公司授权贴牌的背后 你到底知不知道这批货 要迈进黎巴嫩的 英国金融时报揭露说 第一时间公司的业务经理 已经透露说 他们有跟黎巴嫩做生意 不后来董事长随即改口 也就是新闻上中您看到的 说被匈牙利的经销商 给害惨的言下之意 他们好像状况外 他们被害得好惨 为什么会有这180度的转变 这家在FBI情报圈有口皆碑的 BBQ公司 刚好又被以色列转了好几手找上门 真的是无端卷入吗 真的是状况外吗 还是有人在后来的关键时刻 对今阿波罗下了封口令呢 俊阳哥这一出戏 我们越看越像知道什么 好莱坞所有战争片特务片情报片 全部融合在一起 就成了现在以色列跟黎巴嫩 真主党之争 我们讲剧情实在太精彩 为什么会这样讲 因为就在今天战争片来了 为什么以色列呢 不只是现在到底有没有是 这个我们讲的呼叫系号 BBQ也好 队长系号 是不是他们炸的 还没有跟你讲 但是军机已经出动了 往哪里 往黎巴嫩南部发动 而且精准打击 为什么 因为你从这个画面 你就会看到很清楚一件事情说 他这个所谓的密集的轰炸 他是对准什么标的 火箭弹发射机来 那我们知道黎巴嫩 对于以色列来讲 最具威胁是什么吗 就是他们储存里面 高达我们讲数以十万计煤的 我们讲火箭啊 飞弹啊 短层导弹 是 大部分都去轰炸嘛 所以他就什么 我直接对你这个火箭发射器 进行攻击 现在我们讲所有的医生都吓死了 你知道吗 黎巴嫩的医生变成了地狱了 人间地狱 你知道为什么 所有医生在看的时候说 我一个晚上 我不知道要清理多少的眼球 你知道为什么眼球吗 因为很多人可能刚好BBQ拿起来 那BBB 因为他不是直接爆炸 对 他是BBB BBB 然后十秒之后才会爆炸 所以很多人看到说 这什么号码的时候 砰 眼前爆炸 那有没有致死 也没有致死 对 所以他们都大量在处理这种眼球 需要嘛 就是那种内脏脏气 所以画面非常可怕 但最可怕的是什么呢 最可怕的是说 当现在他们怀疑说 我BBQ不敢用 我笔电也不敢用 我手机也不能用 所有电子设备有晶片的 我都不敢用了 对 而且没有人知道说 到底哪一个地方会发生爆炸 那我就问 那请问现在战争 如果要打要怎么打 因为你不敢用电子设备 那你就回到世纪时代啦 那我要怎么用拐拐吗 对嘛 不可能嘛 而且搞不拐拐 到时候也给你爆炸怎么办 这有这种可能性 所以我就讲了 现在以色列反而是 先从这种心战的攻击开始 再来第二件事情 为什么他这时候 飞机刚好飞过去 代表真主党的领导人 纳斯拉勒 他的位置完全被掌握了 这才是最可怕的嘛 他的位置被掌握 他时间地点 他会在哪里干嘛 已经完全被掌握了 而且最可怕的第三个 被掌握之后 你有没有办法防范 以色列对你进攻 没有办法耶 今天他讲的是 飞机飞过去对不对 我要炸你就炸你了 那我请问一下 一定是无人机嘛 那无人机如果当场投弹的话 你有没有办法防备 这件事情演变到今天 从昨天漏夜的检察官 传讯侦办 金阿波罗公司的董事长 到这个匈牙利经销商 BAC在台湾办公室的 相关人员都叫来检察官 逐一问下去不得了了 现在另外一个情境出来了 金阿波罗公司真的从头到尾 状况外吗 因为我们现在回顾 financial的想法 跟这个董事长许清光 我们两个做个对比好不好 financial的说什么 说没有他们的业务经理讲 长期的在供应 而且早就知道会消往黎巴嫩 也就是说通过匈牙利也好 我们讲的做一个转运点 这个BAC公司 但是有没有到黎巴嫩 有而且是长期 那是不是跟这个情报人所讲的 15年这段时间策划 代表说我不可能是突然间去卖啊 再来第二件事情 明明如果说金阿波罗知道 自己有部分的销量 销往黎巴嫩 那为什么我们讲的 合约也明定 那许清光说我完全不知道 不是搞错了 他说我完全不知道 怎么会这种情况 而且他说他被害惨了 对嘛 他说他被害惨了嘛 所以他说法很显然有两种说法 那销往有两种 一个叫做是我台湾制造 或者台湾做好嘛 因为我们讲的在内湖那边 他们原本只有设一个办公室 有一个叫Teresa的 那请问一下有没有生产基地 有台湾绝对有生产基地嘛 但匈牙利那边 也就是他的讲法 因为许清光的讲法是说 我们授权给匈牙利 然后我们授权给匈牙利 在欧洲自己做的啊 在欧洲自己制造 但是欧洲有没有工厂 没有 这才是最大的问题啊 这好奇怪 那你在哪里做 对那显然就是一个地方啊 只有台湾的生产啊 因为欧洲那边匈牙利是空壳公司嘛 他只有一个人啊 至少要有一个人说谎啊 对嘛 而且对嘛 所以一定有人说谎 要嘛就是匈牙利那边其实有工厂 只是没被找到 但我相信外媒的说法啊 外媒绝对是铺天盖地去研究 发现真的没工厂嘛 但要嘛呢 就是许清光说谎嘛 就是明明是台湾生产的 打零组件过去 打零组件过去之后 再重新组装 但现在因为这个东西太敏感了 如果是由我们提供 那大家只会问一个问题就是 哦 那你许清光是不是知道 JB货会出问题 JB货即将发东西 那你可能就是参与其中的 万本之一 哎到昨天之前 我们都真的认为 无端被卷入这个锅 我们不能背 可是太奇怪的 奇怪是因为 第一时间 你这个基拉伯罗的业务经理 居然告诉金融时报说 有我们有卖东西去黎巴嫩 很快的 你就说我们被害惨了 你似乎要让这件事压下来 他被吓得封口令了吗 不当然居然跟这有压力吗 因为我们来一个一个爬数 给各位听 许清光的说法你先记着 他说被害惨了 他说我不知情 但与此同时我们来看一下 到底货是从哪里出的 这个最显而易见 因为今天只要货是从许清光这边出的 他很难撇清 如果货是从匈牙利自己冒牌制造 或在地生产 那就没问题 来喔 匈牙利BSD呢 台湾有没有人 有 有一个商务代表 但这个Teresa呢 我们讲的 招了约谈之后发现怪了 为什么 第一 他的办公室目前已经撤掉了 再第二 他所引用的 也就是这个Teresa按照他的文件 去了解到的 不对喔 东西确实是在台湾这边生产的 所以那你如果按照这个逻辑的话 这个Teresa是不是就很有问题 而且更谎论 你仔细看喔 内租这个办公室像什么 是共享办公室 他不是有一间办公室 他是我有一个位置 而且五月月退租 资本还只有十万 甚至比匈牙利的空壳公司还少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你不及时就怀疑嘛 会不会这个是一个宪明 因为我跟你讲 现在BAC又串到另外一家公司 答案就更清楚了 BAC串到这个叫什么 Notaglobal 这个Notaglobal我跟我讲 他设的地方也一样 就有类似民宅的地方 也是一间空壳公司 等于是说金阿波罗 先给BAC BAC呢 再给这个只有一人 然后呢 甚至是他甚至不是业主喔 他还有老板喔 然后是空壳公司喔 然后放在那边 然后你知道吗 他下了多少订单 他突然间下了我们讲 4500万的订单 不是啊 买个对讲机 你买到4500万 你哪来的这个经济 你哪来的这个钱 那是谁给你的 然后结果现在呢 这个叫我们讲 保加利亚的这个空壳公司呢 原本的这个侯赛 也就是他租房子这个人 到目前为止 他人怎么样吗 人间蒸发 你找不到他耶 他也失踪了 所以换一次会不会是 由这个人所发动 跟这个人所购买 而最后再由许清光做交货 所以这一点要串起来 你会不会发现一件事情 很像是我们讲那种特务行动 你知道吗 打完收工 我虚设一下空壳公司 我把事情搞完之后 我把事情搞定订单 处理完之后 行动完成之后 我马上人间蒸发 我马上把办公室取消 我马上说我完全不知道 所以俊翰哥你刚才问的问题是 有没有这个压力在后面 当然有 因为显然有一股压力 不管是来自于哪里 不希望这整件事情曝光 只希望这件事情到此为止 好 所以杨明我只要想到了 这个今天阿波罗公司 在FBI是有口皆碑的公司 合作了十几年 有口皆碑的公司 现在被以色列的摩萨德 如果真是他们的话 转了几手你看看 透过了匈牙利 再透过了保加利亚 换了好几层 试图金蚕脱壳 时间一到任务完成 大家呼的全部解散 我都觉得哪里怪 金阿波罗真的这么无辜吗 应该这样讲 第一个 金阿波罗他在台湾 1995年成立以来 他碰到的最大的一个困境是什么 当然就是呼叫器市场的萎缩 俊翔哥你有用过BBQ 我用过 刚跑新闻那件 可是后来手机普及了 大家不用了 大概在2000年前后 他碰到一个瓶颈 可是那时候大量台湾的 BBQ的生产业者往哪里走 中国大陆 为什么 因为那时候中国大陆手机没有那么普及 用BBQ还很多 所以那时候大量的转移 工厂通通到中国大陆去 可是金阿波罗坚持不去 因为他还有其他的产品 他就想说撑一下 看有没有办法 结果没想到 就因为这个动作 我有个朋友曾经在金阿波罗工作过 他讲说当时的契机是什么 美国一个呼叫器大厂决定停产 这条产线停止 因为他都做美国官方的生意 军警消医护 这些官方的需要还是需要一些部分的这种所谓的通讯的呼叫器的 尤其是机敏的呼叫器 那政府还是有需求啊 那美国政府就问这家大厂说 那你可不可以推荐一下 有没有可靠的 为什么要可靠 机敏的 如果今天我的代码 被我潜在的竞争对手知道 比如说俄罗斯 比如说中国大陆 那美国官方是没有办法接受的 没想到这家大厂推荐的就是金阿波罗 就是这家公司 所以这家公司从那个时候已经20多年了 在跟美国跟欧洲建立出来了 它的欧美的产品链 变成美国第一大 欧洲第二大 这是15年前的事情 15年它就是美国第一大 欧洲第二大的 那如果这样 你觉得一个这样的公司 规模在欧美这么大的 你觉得它有必要去配合摩萨德玩这一招吗 为了一个贴牌150块美金 总共加起来5000具了不起多少 几百万台币的这个收入 我牺牲掉我所有商欲啊 我怕的是这个不是单纯的生意 这会不会是有一个更高的一只手 逼你迈过去 来你看哦 保加利亚不见了 人不见了 可是 那个匈牙利的人还在 台湾的还在 你不觉得这才可怕吗 他们居然要面对 减调的这些所谓的约谈调所 还要面对媒体 这家公司还在经营 我们美食街很多那个焦号 它还在出货啊 有媒体直接到他们公司 一边是公司 另外一边就是工厂 员工都还在上班嘛 所以我们 它这个公司不是假的 我们在台湾这家公司不是假的 可是它怎么牵上线的 这个确实我觉得猫腻非常的 这个水可能非常深 但关键来了 这家公司为什么会愿意 让一个匈牙利公司 贴上它的商标 商标无价 不是150块 你看发生这个事情 如果今天中东 甚至欧洲 甚至美国 有些看了这个国际新闻一看 哎呀 进阿波罗会爆炸 从此不进 对 它的这个品牌的效应就没有了 所以这是很大的风险 那现在40地点数当然在积极的遵办 可是关键在于说 我们到底在办什么 我们到底办的是 确定它不会爆炸 还是确定它有国安风险 对台湾观众来讲 从来没有一次像今天晚上 如此的高度关注 而且严肃的看待 远在千里之外的中东冲突 为什么 这次台湾无端被卷入 而且被借刀杀人了 观众朋友 昨天BBQ同时爆炸 超过4000人 轻重伤 十几二十个人死亡 没想到对讲机紧接着跟着炸了 接下来的战争会更可怕 杀人不见血的电磁波脉冲弹 下一波攻击 炮口要对准谁呢 君相你有看过 那个金斯曼特务的那个电影 他有一集曾经讲说 他们用这个手机或什么的 结果引爆之后 大家人脑一个一个爆炸 没错 现在这种电影的场景居然在 黎巴嫩这个地方 陆陆续续发生当中 你知道吗 对于现在你刚刚所提到的 说这个所谓的 这个呼叫器的爆炸案 还有对讲机的这个爆炸案 现在以色列的光部长居然讲说 他说以色列正处在 战争新时代的开始 而且不止这样 在昨天的时候 大家发现 以色列的军队居然开始去攻击 所谓的黎巴嫩 甚至连他这个所谓的 在黎巴嫩南部 真主党的基础设施的地底 通通就像画面上面这样看 一个一个遭到了攻击 所以整个事情 时间之后拉开来演变 到今天晚上为止 先是第一波BP Call 大规模的同时爆炸 再来是第二波就是 日本制的对讲机 walkie talkie跟着爆炸 然后无止境的 所有跟电子相关 同步爆炸之后 以色列开始正规军 轰炸正处党了 所以这是代表 所谓的战争新时代 代表是以色列要全面开战 可是其实在昨天 一开始大家发现到 有所谓的呼叫器 连环爆炸的时候 很多人就很担心说 我会不会有其他的产品 也有这种问题 结果没有想到 接下来居然发生的是 在对讲机的事件 因为在黎巴嫩这边传出来说 由日本公司 艾可牧公司所制造的 所谓的对讲机 居然也像画面上面这样 开始陆陆续续一个爆炸 一个爆炸 而且甚至发生字 你在画面上面所看到的 事实上突然就这样炸开了 那你知道吗 这一款的对讲机 很特别的是 它这里在日本本身 已经停止生产制造 但问题是 它今天在黎巴嫩这些地方 还拥有这个画面上 看到这些对讲机 结果你知道到目前为止 在对讲机爆发事件里面 已经造成了将近20个人死亡 400多人受伤的这样一个场案 等等 昨天BBQ已经炸一波了 第二波隔没几个小时 换日本制的对讲机 那大家看这个画面 导播我们再看一次 那个爆炸的画面 烟之强 火之大 力道之猛烈 为什么对讲机比BBQ 看起来好像杀伤力更大 事实上原本的 这个所谓BBQ的爆炸案里面 有人是怀疑说 它是把这个所谓 3到5克的微量炸药 放在电池的这个地方 但是你想想看 对讲机的体积 跟它的这个所谓的 呼叫器的体积 大小差很多 它能够放置的这个炸弹 炸药的量 一定会比它来得大 之前我们不是提到说 它呼叫器爆炸案 造成有些死亡吗 那结果这些死者的家属 就要帮他们办丧礼 其实我们又想到 居然在连这个 所谓的死者的丧礼上 也发生爆炸案 天啊 就这个现场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 说实话 大家现在更担心的是说 我会不会 这个呼叫器爆了 我的这个所谓的对讲机也爆了 我还有什么其他地方 也有可能陷入在这种恐怖 被攻击的这样一个当中啊 第三段画面要给大家看到 是跟发如一般的恐怖画面 导播我们来看这第三段画面 你远远的看 一个圈炸开了白烟 然后第二个圈 在另外一个角度又炸开 恐怖恐怖啊 而且你会发现到 几乎是在同一个时间 在整个黎巴嫩的各处 都发生这样一个爆炸 所以你从这个远眺镜头 你就会发现到说 我们刚刚提到 说这样对讲机 很多人还觉得说 你小小的能够造成 什么样的一个伤害 但你如果从空拍图 都可以看得到 它那个地方 已经开始有火光 甚至有这个烟冒出的时候 那整个黎巴嫩 是不是陷入到火光 四起的一个程度 你知道吗 事实上他们现在更担心的是 其实不是只有3C产品 像你画面上面所看到 先自动车 居然也突然起火燃烧 甚至连路上的汽车 有没有 很多就是这样 像这样画面上面 到底是被人家攻击的 还是他自己自爆自然的 甚至有很多在房子里面 也都陆陆续续 开始冒烟燃烧 最大的恐惧是什么 就是你开始要怀疑 所有你身边的电子仪器 有电子晶片相关 可以远距控制的 我不知道什么时候 这会在我身旁爆炸 现在黎巴嫩的民众 他们人人自为的是 不只是只有对讲机 甚至有没有可能 连你的比进行列 因为里面其实也有空间 也会有电池 像你这一般的家用电话 甚至这些东西 是不是通通都独自的被引爆 而且他们其实就讲说 你过去看到什么呼叫器 或对讲器 可能是特定族群在用 所以那时候不是一开始的时候 说是真主党的 这个所谓的 这个人被锁定吗 精准猎杀真主党成员 但如果现在不是这样呢 如果你今天在民众的生活用品里面 或者很多东西 被人家用这个所谓的技术 把他引爆物 给他埋进去的时候 那很有可能在这个以色列 在这个所谓黎巴嫩这个地方 会变成被屠杀之城 那就是滥杀无辜 无差别的猎杀了 好 大家问 背后的总队人凶手是谁 昨天还在猜 会不会是摩扎德 不要猜了 为什么 因为以色列房长 已经亲自打电话告诉美国 他们干的 因为对贵外界来讲 以色列背后最大的靠山 一定是美国 结果没有想到 美国白宫国安发言人柯比 他居然面对到媒体询问说 是不是以色列去攻击这个黎巴嫩 如果是的话 你们到美国知不知道 柯比居然讲说 我可以告诉你的事 我们跟17号跟18号的事件无关 那你无关的这件事情上面 你或许是讲说美国没有介入 但美国知不知情 他居然说什么 他说呼叫器连环抱前几分钟 以色列的国防部长 曾经致电给美国的国防部长 那这个他应该是跟他讲说 我们接下来会开始展开攻击 那具体的行动 他说不知道 但问题是 以色列这个方式 是不是只在告诉美国 说避免你美国 完全都搞不清楚 到最后美国回来责备以色列 但问题是 这样子一个爆炸的状况 造成了现在整个的 很多这个黎巴嫩人民 他的这个担忧 对于美国来讲 你到底乐不乐见这样的情况 所以为什么千里之外的攻击 今天晚上会引起台湾人民 这么高度的关注 因为台湾品牌的BB Code 这次5000部同时被引爆 成了杀人的工具 台湾被借刀杀人 我们只要问 这一批金波罗 金阿波罗老板口中 我们没有制造的BB Code 那到底谁做的 事实上这个金阿波罗的董事长 他昨天也出来讲说 没有这个从头到尾 是人家厂商来跟我谈合作 而且就是一批的 这个BB Code的成品 已经都做好了 然后就是说要贴我的牌 那问题是 现在在网上再衰 你告诉我说 有一个欧洲的厂商来找你 现在被发现到说 这个匈牙利厂商 叫做BAC的这个厂商 你们疑似就是跟 这批BB Code有关了 就没有想到 这个厂商居然也否认说 没有啊没有 我们没有生产制造这些东西 那怪了 那总有人做啊 那横空出事吗 那我相信金阿波罗的老板 没有必要在这件事情上面 胡说八道 因为他讲说 当时在谈合作的时候 对方就跟他讲说 我们这一批都已经做 他还跟他讲说 你的品质东西看起来 也不是很稳定 你要不要直接用我的产品 对方还跟他讲说 没有啦 我们很多工程师啊 如果这样的话 他们会失业 那现在问题来了 纽约时报现在也暴露出 BAC这家公司 他其实很有可能是 以色列创立的空壳公司 这不就应该我们昨天的猜测吗 会不会是以色列 布了三年的局养套杀 我养了一个人头 假装跟台湾的金阿波罗接头 说我要当你的经销商 结果呢 借我们的刀 杀他的敌人啊 那他真正最主要目标 按照纽约时的说法说 他有可能就是要等到真主党 发现到说原来里面有一批 这个牛肉好便宜 有一批那个BB扣好棒棒 所以我就跟你来下单 所以大家现在翻译好奇 就是说第一个 你真主党所使用的 这些所谓BB扣的部分 到底是不是被特别生产的 因为现在看起来全世界 没有一个国家或一个厂商说 有 我们有制造深盘这一批 那不可能横空出事嘛 那像匈牙利也讲 匈牙利就讲说 这个厂商是BAC 你们说是我们厂商 但是没有 我们没有把输出 这个所谓的BB扣的 这样一个产品 甚至现在也被传出来讲说 这个BAC的幕后 其实它有一家公司 它的上面的这一层 是在保加利亚 又扯第三国 保加利亚 对 这一扯过来 越扯越多了 代表的是什么 你知道你要溯越越来越难溯越了 如果这家也是空壳 这家也是空头 然后这家东东街 你要如何去找出 幕后真正的藏进人呢 藏进人会是摩萨德吗 我们现在唯一能追的是 这一家BAC公司 它真的是 摩萨德养的一间 空头的人头公司吗 那我们先回来看 当时金阿波罗的董事长 他的说法是说 三年之前 有一家欧洲公司来找他 说是不是有一批产品 你可以贴他金阿波罗的这个牌 可是问题是 他说BAC 现在去查了说 BAC一开始本身 他在这个营业登记上面 是用所谓的代销产品 而且在两年前才开始 自己制造这个所谓的呼叫器 那你在画面上面所看到 事实上 他就是在这个所谓的匈牙利里面 他们公司登记所代替 但我讲这 你不讲他是公司 很多人就觉得很好奇说 他看起来也不太像是 这个真的 这是住宅 因为公司的名称 据了又一张那个纸 你知道吗 就影印出来就贴在上面 也没有挂弹棒没有什么 通通都没有 他就告诉你说 公司就处在这个地方 那你这样子 再回去查他公司登记的时候 他发现到他是2022年的时候 才登记 这个时间点有什么意义 问题是2022年 不过两年前 金阿波罗的董事长说 没有啊 三年前他就来跟我谈合作 那这中一间一年的 这个时间落差到底是怎样 那说实话 商业合作的部分 当然这要回来看金阿波罗 你当时愿意同意 让他贴你的牌的这个状态下 你们到底谈了些什么条件 但更奇怪的是什么 你知道 因为记者跑到了 这个所谓的 这个公司登记地 因为他是位在 这个所谓的布达佩斯 结果你知道吗 你旁边的邻居居然讲说 这栋建筑物我们都知道 但是人家跟他讲说 你知道这边是一个生产商 是一个做BBQ的公司 他说没有啊 平常根本没有看到 有人来这边上班 那不就是Quantum公司吗 所以就觉得非常非常的奇怪 你知道吗 所以我相信对于 这个所谓的黎巴嫩来讲 他一定会现在非常很好奇 跟也很着急的是 除了这一批来历不明的东西 他真实存在之外 还有多少东西 也被藏了炸药 甚至未来在不知道 这个不知道什么时候 会被引爆的状态之下 他的人民到现在为止 人心惶惶 你回头来看 位在细致的金阿波罗公司 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 被推了坑 被无端卷入了 这一起无差别的杀戮 人群进一步带我们来看到 就说事情别到现在才第二天 48小时而已 背后已经有一股暗黑的力量 一直要把台湾 跟这个所谓的无差别的攻击 扯上边 要泼台湾脏水 背后是什么样的一个暗黑势力呢 你看金阿波罗公司的董事长 在昨天的时候立刻就讲说 这批东西不是他们生产制造 而且他不排除要跨国提告 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你知道吗 我们现在国安局说 在国际上的认知作战 已经开始了 你想想看 如果黎巴嫩他们那边认为说 好 你这批BB扣这些产品 是由台湾生产制造的 那你完蛋了 你会不会变成是 你会变成黎巴嫩他们会高度 注意你的对象 而且刚刚对讲机还讲到日本 台湾跟日本最近在这段时间 不是关系也都非常友好 所以为什么国安局会担心说 所谓的认知作战已经开始 是因为开始有些讯息跑出 甚至在网路上 似续而非的讯息 居然在网路上有人就讲说 我告诉你 他这批爆炸BB扣 他们今年4月才进口到 这个所谓的黎巴嫩 而且还说什么 他说我告诉你 时间点上面 以色列的国会的议会代表 还有访问台湾 当时还跟蔡英文总统见面 甚至蔡英文还承诺说 会深化两国的关系 你知道这种网路上的 这种是真是假的讯息 立刻会让人家联想说 你这样人家讲 是你的Made in Taiwan的话 是有可能的 这种勾连跟勾签是极其恶毒 为什么 今年4月这张照片拍下来的时间 今年4月也是那5000台的BB扣 进到黎巴嫩的时间 你硬要把它牵起来 这样子真的会似是而非 但是这家公司 也到现在突然很多人觉得说 这间公司台湾很久没赢BB扣 你知道吗 为什么这家厂商居然 强大到这种程度 后来才发现到说 他们自己本身 其实他卖的东西 有一般对讲机的产品 台湾都没赢了 一般对讲机应该是这样讲 因为我们这种短距离 大概在两公里之类的这一种 一般的这个民间通讯使用上面 有些人其实还会使用 火腿族什么会使用的 但是因为他们真的很强的是什么 你知道 他们甚至拿到FBI的这个订单 那为什么拿到FBI的订单 因为他们出产的这个产品里面 不是说只有一般我们认为 这种所谓BBQ 文字型的对讲机也在他身上 那其实对于一些机敏单位来讲 我在小组行动的时候 我都需要干嘛 我都要做群发 所以他们那时候标榜是说什么 我可以做到保密 你知道吗 FBI当时跟他们下定的 这种文字型的对讲机 是可以队长一对十的方式 对他的干员来下这个命令 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 这一次台湾厂商 无端被卷入这样的一个事件里面 尤其像这种 所谓的假讯息的出现 对他产生这么大严重的影响的时候 我们当然支持他 跨国提出告诉 好 明显你怎么看到 摩萨达的复仇风暴 台湾厂商被无端卷入这件事情 你怎么看 第一个就说台湾到底在整个过程中 扮演什么角色 第一个 检调在他 他约谈了金波罗的董事长去厘清 到底是不是说 是台湾出口了 整批出口了 那外交部也出来解释说 没有哦 我台湾从2022年到2024年 出口了26万组 26万套套 欧洲去 这不是台湾的哦 可是我觉得外交部这样 撇清好像 死地无因300两 没有整组出去了 那有没有可能说像金波罗讲的 是贴牌 是授权的 就要讲清楚啊 为什么 如果台湾像如果国际媒体讲的说 我们变成供应链的话 那我们等于卷入了中东战火 我们扫到台风尾 那接下来如果被中东纳入名单的话 我们台湾会不会被列为报复的对象 这大家比较担心的啊 所以全世界都在看 我觉得这件事情不是认知作战而已 而是要解释清楚 无止境的爆炸 失控的爆炸 真的是摩萨德布了三年的局 借刀杀人吗 但为什么要选在这个时候 发动攻击呢 以色列似乎杀红眼 他已经预告了 这只是刚刚开始 接下来的战争会更可怕 杀人不见血的电磁波脉冲弹 下一波攻击对象 瞄准谁呢 现在全世界每个都在问一个问题 是 以色列为什么要在这个时机眼上 引爆BB扣 为什么 被迫的 他现在他要跟真主党真正决战 但决战还没开始啊 双方还没打仗 真正打仗啊 所以他提前被迫发动 他本来是要跟真主党对决的时候 发动重创真主党 他大可不必要 为什么被迫 但是他这个5000枚手机 现在这个秘密已经被试破了 有两个真主党人已经试破了 这就是以色列窃听的厉害 他一窃听 哎呀 他们怀疑这个手机 这个BB扣有问题 现在以色列马上要做一个决定 杜 哇 要么放弃 要么提前攻击 对 放弃就是探紧察觉了 要不然就提前攻击 就以色列 当然 罗萨德心狠手辣 杜 坐下去 就造成了这一次 惨烈的血案 哇 起筋皮疙瘩 原来是这一段啊 所以 以色列是血在血还 是 他不会退却的 真正重要的是伊朗 你打算怎么办 伊朗你在干什么 以色列打你伊尔光 打你小弟伊尔光 把你小弟打成这个样子 你忍气吞声要到什么时候 现在顺度在看 伊朗你什么时候动手 对 我告诉你 伊朗现在真正担心一件事情 以色列已经放话了 你伊朗如果敢动我以色列 我一定会用 这个电池脉冲弹 轨击你 这听起来只有在卡通 才会出现的 还玩笑 电池脉冲弹 有第二颗原子弹支撑 对 它是一个无声的杀手 大家知道什么叫 电池脉冲弹 它是一种 高能量的微波武器 我把你丢了 看到没有 它半一爆炸 电池脉冲就攻击 这一攻击 对不起 你的通讯设备 你的电子设备 你的雷达 全部都作废了 类似 超高能量的辐射炸弹 这一档不得了 所以我可以瘫痪你 这是伊朗目前 考虑的重要原因 好 这一次我们为什么会这么严肃而认真地讨论 老老远的 以色列跟真主党的冲突 因为台湾居然无端被卷入了摩萨德这一起借刀杀人的 无差别杀戮 我真的感觉要讲 我花了很长的时间 研究摩萨德 摩萨德的书籍 我几乎都看过 对 他那种精彩无比的事迹 简直让你拍案叫绝 当然 轰动全世界 而且我认为全世界唯一的案例 就是 史上最惨的 摩萨德复仇记 这是什么 这是19720 穆尼黑奥运 9月惨案 这惨案我简单跟大家讲一下 就是黑色9月巴勒斯坦解放组的八个恐怖分子 跑进了穆尼黑奥运 潜进了以色列运动员的寝室 是 杀了两个以色列运动员 劫持了9个 接着然后给德国警方说我要两辆直升机 准备一个客机 德国警方 我真的要给德国的联邦警探 这一次在全世界面前丢了一个大脸 他跟他准备两辆直升机飞过去 也准备了客机 对 他准备了狙击手 告诉那个直升驾驶 你停的时候要降停 对 他下机的时候狙击手好打 对 就他那个紧张 停的时候降停 哇 下机的时候根本有狙击手打了 刚好挡飞机挡到他了 那第二个 这已经够丢人了 第二个 客机上安排了机员跟机主人对不对 对 害怕 是 想我要让你上飞机 我要开飞机 逃走了 自己逃走了 是 所以那个恐怖主机放 一下飞机看 客舱上没人 对 飞机上没人 对 就生气 就回来的时候 狙击手将去开枪了 还没打中 是 还没打中 双方爆发激烈枪战 那人质呢 我告诉你 这就是德国联邦警探 最丢人一次 九个以色列的人职 全部死亡 以色列的摩萨德 是 发动了全世界最恐怖 最厉害 最无敌 最不可思议的上帝之路行动 对 他为了上帝之路行动 成立一个全世界最顶尖的死神突击队 以死神之名 他没完 他把他短剑小组六个最厉害 爵士美理特工 全部调进来 好 我先考理 布里克奥运 以色列死了多少运动员 全军覆没 十一个 是 十一个 所以以色列就用扑克牌 对 扑克牌列出 黑色九月十一个领导人 黑桃S 黑桃 全部要杀掉 哇 杀死一个 好 写在写还 写在写还 我告诉你 简单讲 这十一个杀掉没有 刚开始很好杀 棒 十四枪意大利 一个毕命 棒 巴黎街头 一个两枪毕命 棒 一个被炸死 是 但是死了三个之后 对 大概警觉了 对 拦杀了 是 好 他们要杀第四位的 第四位呢 他很简单 先把他叫电话线解断 对 他就电话不通了 就让他修电话 对 再修电话 电话线接通了 电话就好了 但他修电话之后 在里面放了炸药 放上去 后来他跟记者有约好 以色列特工 连来修电话 都是摩萨德 对 打电话 他接下来问 你是谁谁谁吗 我是 放一下 就把他头给炸掉了 还没完 那有一个 更神秘 他根本炸不死 就得知他 到一个旅馆去休息 他们在旅馆的床垫 下面放了一个炸药 这炸药有四个街头 那个弹簧 坐下去 碰到这个炸药 这炸药就启动 对 多厉害 但万一别人坐下去了 没关系 他把那个家伙体重算得很清楚 如果亲人坐下去 做不到 刚好他的体重坐下去 就可以把那个炸药启动 看 多狠的以色列 多狠的摩萨德 谁都不要得罪他们 这起既中既迷中迷 今天晚上来看更全了 观众朋友 以色列对黎巴嫩发动了无差别攻击 昨天BBQ同时大爆炸 超过4000人轻重伤 原来只是序曲 你现在看到的是更恐怖的攻击 日本制造的对讲机在当地 也无差别的开炸了 电动车炸 摩托车炸 房子炸 只要电子设备都爆炸了 连环爆前几分钟 以色列房长打电话跟美国说 他们要行动的 金阿波罗说 不是我们台湾做的 也一台都没有出口 然后匈牙利的代理商说 不不不 不是我们 我们没有制造 那就问 在哪一个环节 又是背后的长期人 谁在哪里 安了这个炸药 送进了黎巴嫩 就像刚才要讲这一题之前 我都默默的先把我手机放到旁边 然后我要装这个麦克风之前 我都犹豫了三秒 你怕他会炸 心里搭起了忍战 太可怕了 这里是台湾 什么东西都会爆炸 我不是真主党 为什么会这样讲 因为我跟你讲 现在真主党心里就是这样 吓坏了 前一阵子我们讲 是不是才讲说BB code爆炸事件 数千枚BB code 瞬间同一个时间 在同一个讯号传递之后爆炸 结果当今天 他们要干嘛 办丧礼 就是说哀悼这些人 结果我们也想要参加丧礼的同时 碰 又炸了 结果各位看到这个又爆炸了 你看现场大家我们讲鸡飞狗跳 人呢我们讲的非常惊慌错乱 为什么会这个状况 因为在现场爆炸的竟然不是BB code 大家当然学聪明啊 BB code丢旁边啊 你知道放什么吗 对讲机 连对讲机都会炸 对连对讲机都爆炸 甚至呢我们讲了 连这个不信尼娜的这种大体 也在现场爆炸 那样有多少 20死哦 450张 所以你看哦 整个现场画面是混乱 那理由很简单 你就问余璇 他们用对讲你干嘛 当然啦 因为哦 黎巴嫩真主党 怕什么 手机不敢用 FBI CIA 美国 或者是以色列 摩萨德 会去监控我 所以我就用对讲机 这种土字的 松松光光 对不对 你摩萨德抓不到我了吧 结果没想到 就是因为这样 他们连这种真主党专用的对讲机 也锁定了 再三爆炸 所以各位 我就反问一件事情 如果你今天真主党 你会想着 还是我要回到实际时代 因为 如果我全方面 所有的东西都遭到渗透 都遭到监控 那还有什么电子设备 是安全可以使用的 BBQ会爆炸 连对讲机都会爆炸 刚看到的这个桑里的现场 只是第一个开场的序幕 后面一个一个的画面 告诉你 如何炸到他们措手不及 怎么又来了 跟鬼妹般的如影随形 居然哥是代表一件事情 这个桑里 不是他们要攻击的主体 他们要攻击主体 所连对象是什么 不是地 是人 代表你只要跟黎巴嫩 曾主长有关系 有联系的所有相关等 可能是什么 因为我们知道很多曾主长被炸马 所以会去出席 桑里的是谁 曾主长的人 那首都贝鲁特这个地方 也是一样 也是陆陆续续 零星各地传出爆炸事件 我们会讲应该都是曾主长 为什么会这样讲 包括你看 有一个商家员工 上班上来 不 走死人 他吵我了 瞬间就爆炸 那这个爆炸 你有没有知情注意到这个威力 跟BBQ不一样 不一样 那时候爆炸的时候BBQ是什么 他就放在腰间 因为BBQ就放在腰间 他的火药 大概我们讲一当量 大概两三克而已 所以爆炸的时候 对你瘴气攻击 但刚才看到那个不是 刚才那是什么 那个是大规模的爆炸 所以那个代表 至少他的火药量是什么 三倍 而且你看 这是什么 太阳能设备 连这种太阳能设备 对讲机到处 反正你只要跟电子产品有关 你只要跟曾主长有关 等于说他先锁定了人 再针对你这个人 可能使用到的产品 一一的我们讲的锁定 然后包括连太阳能板都会爆炸 所以我跟你讲 现在所有的这些 曾主长的成员 可能要做一件事情 躲到青山拉来里面 否则没有一地方 是安全可以幸免的 每一起爆炸都是一个谜团 为什么 因为你现在看到这把火 这个浓烟炸开之后的 那个日本制造的对讲机 你要知道 他已经停产十年 整整十年了 哪里弄到这些 会伤人会杀人的对讲机呢 对怪就怪在这边 我昨天讲到BB COST说什么 金阿波罗台湾的厂商 大家吓死了 各个媒体都在访问 结果发现金阿波罗说没有啊 我授权给匈牙利 结果匈牙利找到说没有啊 我只是代理商 而且匈牙利那个只有一个人 现在大家怀疑说 哎不对 匈牙利那个很有可能是什么 很有可能就是以色列特工所假扮的 也就是把台湾的东西拿去用 日本的这个状况一样 日本的这个厂商叫做艾可木 那艾可木的问题是说 他这个型号 也就是曾主长所使用的型号 早就已经大量停产了 而且呢 根本就没有使用 为什么2014年已经销售的东西 到现在还会存在 所以他们合理怀疑一件事情嘛 就是说 要嘛 就是我今天叫厂商叫货了 你要想想看哦 今天为什么有办法安插在曾主党里面 代表曾主党有这个需求 对 他要做到什么地步 他要先掌握你的需求 而且掌握你的需求的时候 你向外叫货 对不对 满足你的需求 对 你可以叫BB COST 但是你可以叫ABCDEFG 很多厂商嘛 没错 那你可以叫队长机 你可以叫很多厂商 所以这样代表什么 他们埋伏已久 等到你意这个需求出现之后 定够了对不对 我中间马上给你拦 我就喂给你了 拦截之后可能不知道 从台湾这边呢 不知道从哪里去调货 从我们讲的 日本这边不知道哪里去调货 但我想台湾跟日本 你有没有想到有一个共通点 什么共通点 美国 金阿波罗说 我们有销往美国 那我就请问日本这个厂商说 我绝对没有销往中东 我相信 台湾也没有销往中东 那请问有没有可能销往美国 美国有没有可能 做一个习惨的第三方 然后转给我们讲以色列 非常有这个可能嘛 因为他就是拦截这个需求之后 用其他的明目 不要引起曾助长的 我们讲的怀疑 然后在过程当中 可能化零为整 什么意思 叫来一个零件 中间再把它改造 安插火药 这时候再送给曾助长 才有可能完成这样的一个 我们讲的非常大的 我们讲攻击行动 因为你仔细看哦 现在日本厂商都说不对 因为我们讲 黎巴罗那个东西呢 很有可能是仿冒品 我们早就已经没有停产 而且我们不销往中东 但我们各位 如果说是仿冒品 这时候另外一个问题就出现了 既然要仿冒 那为什么以色列 不干脆自己打造一个型号 以色列的科技 去做对奖机 BBC会很困难吗 对不对 所以很显而易见的 他是用台湾 以及Japan 这两个名义要干嘛 降低曾助长的戒心 因为如果来自国外的产品 我自然而然 我就不会怀疑了嘛 搞不好就我们讲了 这个摩萨德 试试看嘛 借刀杀人 借着台湾的名 借着日本的名 让以色列 让黎巴罗的曾助长 降低戒心之后 在借影一举击杀 过去48小时 你所见证的 包含了BBCore 包含了对奖机 此起彼落的爆炸 全境遍地开花 无差别的炸 会不会导致于 中东的战争 全面升级 全面战争呢 搞不好这就是 以色列希望的 因为各位你仔细看 他不断地在 居杀他们成员当中 如果说不是你干的 对不对 如果说不是摩萨德干的 他会说什么 他可能会出来澄清 但不是哦 他说我代表 随时都可以找到你 I will find you and I will kill you 局势升温是当然是有 但是以色列的防长 好像也没在怕 他说什么 战争新时代来临 所以我就讲了 会不会这才是 这整起大秀的目的 他就是希望 我们讲的 你能够跟我们来 全面开战嘛 全面开战反而 很像是以色列希望的嘛 因为当现在这个爆炸之后 连BBC都在讲说 真的非常有可能 引发全面战争 那有没有反应 有 曾组长马上反制 用40多枚火箭弹 我跟你讲各位 40多枚火箭弹 对于我们讲 曾组长来讲 那不是大中的啦 不是大中的啦 但没有关系 为什么 因为以色列呢 有没有被打到 没有 他反过头来 散极利巴嫩 也是用突击的方式去 再度去攻击你的基础设施点 所以各位 如果说只是单纯的 希望能够降低局势 降低局势的冲突的话 不应该是这样做 所以很显然 双边现在 借由这个BBCO 借由这个队长机 已经开始一触即发 从来没有一次 像今天晚上这样 台湾的观众 对于远在千里之外的 中东冲突 这么高度关注 为什么 因为这个杀人的 BBCO呼叫器 金阿波罗公司说 这个绝对不是 台湾制造出口的 而前来接驾 担任欧洲经销商的 薛瑶利被怀疑是 空投公司的经销商 也说 这不是我们制造的 我就问 那谁制造 总有人做吧 哪一个环节 在什么地方被植入了 这微量的隐形炸药呢 这个国内的公司 被涉及到 国际恐怖世界里面 我跟讲 国安单位非常重视 你知道 他今天就约谈了 这位金阿波罗 这个董事长 结果他也就讲说 其实他整个事件 是这个三年之前 有欧洲公司来找他 而且跟他说 我们有一批这个产品 可不可以贴你的这个牌 结果他就说 他当时的立场是说 不想让这家公司的 工程师失业 所以他就授权他同意了 但现在更奇怪的是什么 你知道 因为原先找金阿波罗 谈的这个叫做BAC的公司 他的执行长叫Christina 他现在也被 这个国外的媒体找到的时候 他说也没有 我本身也没有参与制造 而且说我就是个中间人 你们搞错了 那现在问题来了 什么样叫中间人 当时是谁跟你接头 要你从这个 跟你接完头之后 要你来找金阿波罗的 这一块你总要讲清楚 这不是搞错的问题 而且你看到 所谓的授权贴牌的意思 意思是什么 你做 你负责做 我授权给你 贴我的logo而已 不是我做 所以这些东西 到底在哪里生产制造出来的 到现在是个名 你的公司现在也被质疑说 你登记在匈牙利 但你很可能是个空壳公司 因为他登记了住址 后来这个所谓的记者 到县址去看的时候 你会发现 他好像是一个民间住宅 根本不像是公司 而且他这个登记地方 在这个地方 你还看到画面上面 也没有任何公司的招牌 全部都只有用一张A4的纸 列印说我告诉你 我们这边就是一家公司 而且你知道 再去看他的商业登记 发现他在2022年登记的时候 他整个公司 只有登记一个员工 就一个经理而已 你不觉得很诡异吗 这样的一家公司 一人公司 分明就是人头 就长这个样子 所以匈牙利媒体 他就下去找 发现到说 这一个登记的 这个所谓的BAC公司 他自己本身 没有生产任何的产品 而且他登记的业务 你去咨询这件事情 BAC也都不讲 而且更奇怪的是 在这个登记地的 这个附近的邻居讲说 那我们从来没有看过 人家来这边上班 谁会知道这家事要的公司 我们都以为这是一个住家 我就问了 今天都已经找到这个地方 找到Christina的 问进去 洗进去 查下去 他到底什么底细的呢 他的专业领域 是在国际关系 跟商业发展技能 而且还有什么 他说而且我对于 所谓的量子力学 跟灾难管理也都是我的专长 好可怕 国际关系你也懂 量子力学你也懂 灾难管理你也懂 你到底是什么样的 一个通天的专才 但是你刚刚所提到的这些 灾难管理国际关系 现在在这个 不就引发跨国的 这样一个纷争了吗 所以他的这些专业 事实上就被质疑讲说 你会不会 你这个本身的身份 也很奇怪的 包含到什么 纽约时报就讲说 你这个BAC很有可能 是以色列创立的空壳公司 所以背后老板 真的是以色列再摸上去 会是摩萨德吗 而且你知道吗 纽十的说法是说 他假装就是说 我是国际呼叫器的 这个生产的厂商 因为一般民众老实讲 现在手机通信 我们不会再用呼叫器的 手机通信很发达 我真的有事 一般民众就是打手机 但你如果怕被窃听 我可能就转存 用BB code这种方式来做 所以是不是这个真主党 因此这样而被上钩 上钩了 而且你知道吗 纽十当时 这个国际还有其他媒体 也都讲说 不只是这个所谓的BAC 有可能是空壳公司 以色列可能最少还成立了 另外两家空壳公司 而且里面这些所谓的 在公司里面上班的人 他的真实身份 很有可能叫做 以色列的特工 所以你讲到这两个 我恍然就明白了 如果这个是摩萨德布鲁 三年的局 摩萨德养了这个CEO 成立的这个空投公司 成立的第二个空投公司 成立的第三个 我都在卖你们最想要的BBCO 需要的时候来买 你买了我就有机会 在里面塞毒 卖给你了 而且看起来 如果他今天真的是 有一个阴谋的话 那这个阴谋 其实他的策略 非常非常的深 你知道吗 因为如果你今天随便 去找一家厂商 人家也会质疑讲说 你这东西品质好不好 他就会找到 金阿波罗的这件事情 对台湾民众来讲 可能对这公司不是很了解 但是你看他生产的 这些产品 其实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 都用得到 比如说像圆盘型的 这些东西有没有 他就我们现在到大卖场 去点餐的时候 不是都会跟你讲说 好不好震动后取餐 煮熟了 餐好了他会跳 他会跳嘛 震动后取餐嘛 他会还有那个闪灯 在那边闪闪闪闪 就是他们的产品 那这一家金阿波罗公司 他的资本额是一亿元 但员工不多 只有36个人而已 但重点是什么 他研发设计制造 这些所谓的 无线通信产品 他的品质跟你讲说 我提供十年产品保固 一般保固 大概就是一年两年了不起 他说我可以给你这个十年 就没办法了 所以我们虽然很久 我们台湾其实对于通信机的 这个呼叫器的业务 事实上那个通信业务 已经中止了 可是在国际上不是这样 包含到FBI 美国联邦调查局之前也找过 这个所谓的金阿波罗公司 为什么 因为很简单 他说我需要的 这些所谓的通信产品 是需要有极度保密的 而且是不能够 被别人给破解 他们也找这个 所谓的金阿波罗 做什么你知道 文字型的对讲机 你知道他们在全盛时期 整个的这个市占率 在荷兰的市占率是99% 美国市占率是60% 都是最大的 而且你知道吗 在那个时候 美国联邦调查局 找他合作的时候 唯一的一个条件是什么 是什么 他说你所有的这些 所谓的零件 或者是这个零組装 不能够在生产 中国生产制造或代工 所以高机敏 高保密的这个特质 是不是也让摩萨德 看上他们的原因呢 所以我就讲 就是说当今天 如果是摩萨德策划这些的时候 他也是很慎重的 在挑选这个厂商 但只是因为这个挑选 这个厂商的这个过程当中 现在我们这金阿波罗公司 已经出来讲说 这个东西事件 从头到尾跟他都无关 而且他为这件事情 要维护自己的这个权利 说真的你的产品 被画面上这种 所谓的连环爆炸案 被认为说是被用来做的工具 对他的商业是有多大的打击啊 好 原则我们看到了在黎巴嫩 5000个BP Call 同时被引爆变成杀人的写地址 上面贴着台湾系纸 金阿波罗公司的logo 这件事情有多严重 厂商说不是我们做的 不是Mail in Taiwan 讲的跟我们台湾无关 但我们的政府第一时间讲说 这是我们做的 只是说外销之后被做手脚 所以我真是拜托我们的政府 你在没有查清楚状况的时候 你不要随便发言 因为你的随便发言 是会让台湾置入险境 然后第二件事情 这个金阿波罗他讲说 这个跟他合作的欧洲厂商BAC 在台湾实际上是有办事处啊 我就非常想 他在台湾有办事处等一下 他在匈牙利只是一张A4的纸张 你根本走过去你都会错过 不会注意到他两眼的 他在台湾有办事处 在内湖有办事处啊 所以昨天第一时间那个老板 说他看到这个新闻很生气 他打电话到这个内湖办事处 去骂人 去骂人啊 那我想问我们的国安团队啊 你有没有掌握到 这边有一个办事处 而且你外国公司在这边设办事处 你也是要有登记嘛 你要有金流啊 外资在这边要有金流啊 请问你有没有掌握 就是金阿波罗的协力厂商 忽然间在两年内 说要自制BBCO 然后这个金阿波罗的老板才好笑 老板说他也觉得很奇怪 包括付款方式 然后包括为什么他要做这个 过时的BBCO产品 老板都觉得很奇怪 那老板觉得很奇怪 你都没有提高警觉 然后那我们的国安团队 到底有没有掌握 而且这个老板 真的好心叫做他针 你看 因为不想让BAC的工程师失业 我才授权贴牌 结果 我自己先把他惹祸上身 摸屏砖倒灰 对啊 对 然后 那个俊阳哥 我觉得还有一件事情非常奇怪 就是照道理来讲贴牌 贴牌 就是说 比如说这个国外生产的BBCODE 贴金阿波罗的牌子 可是 它在那个制造的产地那边 它不会写MIT 它应该会写MI 就是Made in欧洲 应该是这样嘛 可是为什么写Made in Taiwan 所以很多事情都会让你觉得非常奇怪 我觉得我们关心的是这样 第一个你要去查真相 所以调查局什么有去查 OK的 你要查明真相 第二个就是说 你不能够让台湾置于险境 那这个事情的爆发就是 我会觉得我们国安团队 一开始是荒腔走板的 就是没有掌握好状况 然后还有 我今天还在媒体上面看到 我们的国安人员的带风向 他们发给一个记者 写一篇报道 那个报道就讲说 这个事情 很多境外势力 又想利用这个事件来攻击台湾 然后就举了很多不同的网站 讲说 什么 特别故意 他说那些网站的新闻都刻意去提到说 这个BBQ是台湾制造的 所以刻意要把台湾 跟这个恐怖事件做一个连结 然后是国安人员去讲的 就是说怀疑又有境外势力 在攻击这个东西 而那些境外势力 跟中国大陆又有关系 就是现在又在 又在带那种抗中的风向 就说中国大陆又利用这个事情 想要危害台湾安全 我真的觉得国安人员 你真的不要这么闲好不好 这个事情发生了 我觉得大家都很关心 就是不要让台湾自无险境 你就好好去查 你去查清楚 然后要很大声的 用力的告诉全世界 台湾跟这个没有关系 我们对这个事情也很遗憾 不要再去带这些风向了 带这些风向 对台湾人民的安全没有帮助 观众朋友 在中东真主党超过4000名的成员 居然同一个时间 几千人身上配挂的BB扣 口袋里的上衣的 挂在任何地方的居然同时引爆 造成将近20个人死亡 4000多个人轻重伤 呼叫器这种东西 已经很多年了 没有使用在我们一般民众生活上面 但是这一次在贝鲁特所 发生这样一个爆炸案 居然被怀疑讲说 真的元凶就是所谓的呼叫器 也就是你刚提的这个BB扣 你在画面上面所看到的 事实上在17号下午的时候 居然他们还使用这个BB扣的民众 居然有人就听到说 我的呼叫器怎么突然就响起来 结果响起来没有多久 居然就发生了爆炸 你知道吗 这个不是一个人 这个是你看乱成这样的现场 此起彼落 你能不能想象 几千个人同时在那个瞬间 一起爆炸 那很可怕 现在根据这个所谓的讯息来讲 截至到我们现在录影的时间 最少超过10个人死亡 而且造成4000多人这个伤亡 所以代表是 他整个的爆炸的这个威力 可能不是很大 但问题是 他引爆的地点非常非常多 所有上千只的这个呼叫器 是同时爆炸 那现在按照他们现在黎巴嫩 自己本身调查的这个结果 他们认为说 整个呼叫器爆炸的原因 不是只是单纯的说 我的电路秀的或什么 他说第一个 他在这个所谓的电路板下面 事实上有被人家埋藏的 所谓的引爆的装置 他透过什么 透过简讯来引爆 而且更夸张的是 他们居然在这个 所谓呼叫器的内部里面 找到了3到5公克的微量炸药 那这样一个炸药 你会觉得3到5公克好像不大 但为了他爆炸的这个地点 跟他的这个所谓持有的这个 反而造成这么严重的死伤状态 你现在描述的不是一个 两个 五个 十个 五千个 一种一种 从黎巴嫩的这个工厂 送出去的BB扣里面 居然出了这个工厂 5公克的造药 已经被埋在BB扣里面 随时等着昨天这一刻的惊悚 同步引爆 所以现在大家非常好奇的是 如果你今天拿到的是 来路不明的这些所谓的BB扣 你很有可能是被埋进去了 但是他本来设置的工厂 就是在黎巴嫩里面 那是不是有人渗透进去的工厂呢 因为你知道吗 现在被传出来说 很有可能是摩萨德 已经策划最少两到三年的时间里面 为什么 第一个 他在呼叫器生产阶段 可能就已经被植入了炸药 因为当你开始这个呼叫器 接收到讯息的时候 等于是启动了 他的这个所谓的启动 那这个呢 发出BB声之后就开始爆炸 而且你知道就周边的人来讲 你在画面上 你怎么看到 好多人其实他都是 觉得我的BB扣 怎么开始在响了 你知道 甚至是什么 感觉稍微说 我口袋里面 这个BB扣怎么变得很热很热 你看画面上面那一个 倒下去的 戴帽子的那一个 他把他那个呼叫器 放在包包里面 结果呢 一爆炸下去之后 他躺在地上哀嚎 旁边的人 其实你看那个旁边那个 还不知道发生什么事 还想说 你怎么挡在这个地上 但是周边的人都跑走 就是他的BB扣 就发生了这个爆炸 所以你知道吗 他们都讲说 他们一致的 这个所谓的 这个过程当中 都觉得说口袋先非常的热 然后呢 把手放进去口袋 在想说到底什么东西这么烫 不是我们BB扣吗 结果没有想到 接下来这个呼叫器 就被引爆了 观众们再看一次这段画面 一引爆的同时 俯拍的镜头 两个人要逃离 撞在一起有没有 换句话说 这个爆炸不是来自于 单一一个人身上的BB扣 而是很多人身上 当你握有这个BB扣的时候 你是一起同时被引爆的 这个是怎么难你想象的 这个可怕的情况 而且你刚描述了 发烫 低头查看 下一秒就引爆 这个三部曲 就在短短的三秒之内 会发生的事情 难道都在摩萨德 最后居杀的剧本里 他早料到 你会有这三个动作 所以如果放在这个口袋 我低头一看 我会炸到我的脖子 炸到我的脸 炸到我的眼睛 可能包含心脏 放在口袋里 我就会炸到鼠息部 而且如果你在旁边 有这个所谓 易燃物品的时候 很可能就发生 另外一次的 这个大规模的爆炸 所以现在呢 大家就非常仔细讲说 如果我今天这个 这个引爆的地方 是来自于呼叫器 而且呢 这么大规模 几千支呼叫器 同时引爆 那一定是做呼叫器的 厂商有问题 好 到底是谁做出来的 很有炸占的呼叫器 来 导不过我们来看看这张图 这个是整个炸毁之后的样子 你有没有看到这是什么 这是条码 你看到放大以后 条码在这个地方 一查下去不得了 居然来自于 Taiwan Republic of China 这个是台湾做出来的 BB Call 那我们就被卷入了 中东的争端了吗 事实上只要有条码 就可以做溯源 那这一溯源出来的时候 第一时间传出来说 这一批所谓的呼叫器 是由台湾的厂商 一个叫做金阿波罗的 这个公司所制造的 而且还讲说 这些呼叫器 是不是来自于台湾呢 结果这个金阿波罗 董事长许清光 他立刻就出来否认 他说什么 他说这一次爆炸的呼叫器 百分之百 不是台湾制造的 是所谓的欧洲公司制造 而且为什么 他就讲说 我们东西被人家贴牌上去 所以制造的其实不是我们 只是被人家贴了我们的牌子 所以他说金阿波罗 也是受害者 他们要提出跨国的告诉 贴他牌的这个人 我们进一步深挖进去 是三年前 前来谈合作的欧洲经销商 他说既然你们大名鼎鼎 我就在欧洲帮你开拓市场 但是让我们制造 你授权给我 我们贴你的牌 其实把市场搞大 把市场做大 有钱大家赚 倒也没有问题 可是怎么会在三年之后 卷入了这一起 无端的中东杀戮呢 所以现在大家非常好奇 说是你是不是在原先在黎巴嫩设厂的时候 人家就已经规划进去了 你在工厂制造端的时候 就已经把炸 否则你今天要每一个一个拆开 然后把东西埋进去 最重要是不是买那个三到五克的炸药 是你如何让你的接收器的 那个码接收的会变成爆炸码 那个要在原始端的时候 设计就要把它埋到里面去了 所有刚刚仁俊形容了这一些 埋进去的动作 我们就高度怀疑现在世界媒体都盯着看 是摩萨德所为吗 而且现在外界也认为说 摩萨德为什么在这一次要同时做 这么引爆这么多支的 这个所谓的呼叫器 他其实也在行述一个 很恐怖的一个形象 就是我今天随时都可以掌握你在哪 而且我可以掌握你的性命 被盯上的都没命了 对于摩萨德来讲 其实你讲说暗杀这件事情 他没有要跟你搞秘密的 为什么 在他们的想法里面 我就是要以牙还牙 以眼还眼 而且要让全世界都知道 这个事情是我干的 你才不敢欺负我 所以你刚刚提到了 这个其实是当年非常有名的 一个阿道夫 那个爱希曼的 一个被绑架的一个事件 那事实上在过去 这个以色列 那个犹太人被大屠杀的时候 那根据他们调查结果 就是你在画面上面所看到 这个叫做爱希曼 就是在犹太人的集中营 犹太人的集中营里面 大幅去按那个屠杀 犹太人的这个凶手 你知道吗 他被形容是纳粹最后的筷子手 我如果没有除之而后筷 我怎么扛得起 对得起 摩萨德的这块金字招牌 那那个爱希曼他自己也知道 就以色列对他恨之入骨 所以二战之后呢 他居然他就躲到那个战俘里面 然后偷偷的就离开了 这个他们在追捕的地方 跑到了这个阿根廷去 跑得更远了吧 那结果摩萨德 我跟你讲 他跑很远 但是摩萨德没有放弃 你知道摩萨德就一直派人 去找他的行踪 可是你知道吗 因为其实以爱希曼来讲 他不断的易容 然后也不断的改变他这个外貌 所以其实摩萨德当时要抓他的时候 也费了非常大的一段一番功夫 结果你知道吗 居然有一天 这个摩萨德这边接获一个密报 那有一个这个眼睛看不见的 这个犹太人 他说我跟你讲 他就通知那个相关单位 就说我的女儿 在跟有一个这个男孩子在交往 可是我觉得那个男孩子的那个爸爸 很有可能就是我们现在 大家在追捕的这个爱希曼 那你知道吗 当时大家就觉得说 怎么可能 结果这个这个看不见的这个犹太人 他就讲说 因为我有听到我的女儿 跟他儿子在 跟他男朋友在讲话的时候 他有提到说犹太人 应该全部都离开这个世界 甚至还提到说 哇 说什么你爸爸 是什么什么大屠杀的这个姓存子 他就觉得很奇怪 言谈之间 小孩子怎么可能会提到 当年大屠杀的这个事情呢 这就是线头 然后顺藤摸瓜 摩萨德一步一步进兵 当时如何 不怕疼疼 怕打草惊蛇 远距离去测他的下巴 去测他的鼻梁宽度 去测他的瞳孔宽度 摩萨德可以做到这样啊 事实上第一次摩萨德 要去抓人的时候 他们以为说不可能 这怎么会是他 所有措施的良机 第二次呢 再被追踪到这个所谓的 爱希曼这个下 那个行踪的时候 你知道吗 后来的摩萨德不敢大意 他们先派人啊 远远的偷拍他的照片你知道 那照片一拍下来之后呢 他是现在的这一个 疑似是爱希曼的人 他们手上有几十年前 那个爱希曼原来的这个照片 古官 你知道吗 他们居然啊 慢慢的拿去比对 比对什么 他说你人在什么 艺容跟改装啊 你的眼睛 瞳孔跟瞳孔之间的距离 不会改变 还有你鼻子跟下巴的这个距离 你可能可以改你的外貌 但是那个公分多少 你改变不了 人中这个地方没办法改 完全没办法 所以他们用这个方式去比对 比对之后 发现到说 这个应该就是他们已经抓 找了好几十年的 这个叫做爱希曼的这个本人啊 就是他了 最后只剩抓拿 怎么把他抓活的 抓回以色列呢 你知道吗 很多人就觉得说 不对啊 你就暗杀他就好 把他杀掉就可以 他说不行 我们就是一定要让全世界知道 我们要抓的人一定抓得到 所以你知道吗 他们那时候就去找说 爱希曼你本身的这个固定的行踪 那时候就听到说 他每天都会搭公车你知道 那搭公车的时候 他们就已经策划 就说你公车什么时间 到哪一个点的时候 我们人上去这样抓 然后把他给这个 把他给带走这样 结果没有想到 那一天在行动的时候 还真的你千算万算 有时候会失算 因为那天公车刚好误点 他晚了二十几分钟啊 你知道当时参加这个 所谓的绑架的这个干员 他们就讲说 那真的是他这辈子 最难熬的一次 为什么 他很担心任务失败啊 那结果呢 那个曾威成功的把这个 所谓爱希曼 这个来一下的时候 因为他给他先用那个 那个麻醉药嘛 让他给迷婚 可是重点是 你今天是在哪里 你在阿根廷这边 我要把他带回以色列啊 结果你知道吗 他们居然动员了大量的人 他们把什么你知道吗 他们把爱希曼 打扮成说他是一个受伤的人 你知道 然后坐在那个轮椅上面 也不能动这样 然后大批的干员 自己化那个 假扮成医护人员 然后上了一架 这个所谓的以色列的专机 那上这个以色列专机之前 他们也都很担心说 会不会被人家发现啊 因为我这是掳人耶 没有到勒索 但是我这抓人 会引起国际纠纷啊 结果你知道 这件事情最扯的 也是在所有的 这个所谓的 这个所谓的情报里面啊 被大家津津乐道的是 阿根廷根本不知道 爱希曼已经被抓了 就爱希曼 阿根廷完全不知道说 我们有人被保险 两三个礼拜的时间 都不知道说 我们是有少了这样一个人啊 医生是假的 空服员是假的 全部都是摩萨德的干员 全部都是这样 所以一直到了他们上飞机的时候 他们干眼才觉得 全部都松了一口气 而且立刻就糟告全天下 讲说 我们当时要抓的 屠杀这个犹太人的凶手 我们现在已经把他抓到 我就问 如果像老板说的 三年前是你来问我说 挂牌合作 帮你经销好不好 来问这个人 三年前耶 他不是摩萨德埋下的一个梗 养套杀 对台湾的厂商借刀杀人吗 当然台湾被借刀了 因为台湾卖到阿拉伯国家 大家不会有怀疑 现在可能就会警备申言 会影响到我们台湾很多电子产品 卖到阿拉伯国家的这种公信力 所以不只是这个金阿波罗公司 损失不小 整个台湾的电子消费产品的外销 也会损失不小 这个以色列的情报组织 在台湾活动是已经有几十年的一个历史 不是一个新的东西 过去因为大家有共同的目标 所以台湾的情治系统 跟以色列情治系统 也有一些还不算不错的来往 经常会给我们台湾有一些帮助 但不管如何 这一次摩萨德可能算错了一点 就是说他本来预料这一批BB Code 是要卖给真主党的一些武装分子 那如果是卖给真主党武装分子 产生这样的问题 那是一个可以说是特务作战里面 一个极高等级的一个突破 一个创新 可是他怎么会让其中有一半 留到了医院 护士 医生 还有一些其他的民间人士手上 受害者只要卡到平民 你原来特务作战的这种作用 就失去了意义了 你变成是屠杀平民 所以这个对摩萨德来讲 生意也会受很大的影响 我们台湾也跟着受到影响 而且摩萨德在两年前 就来找你当代理商 台湾的代理商竟然不宜有他 觉得这个人是澳洲人 这个人是帮我带你到欧洲去 等等不宜有他 但是今天要弄得增结的 就是说这个产品是在哪里生产的 五七报新闻的所有好朋友 你们给了我百万的订阅 真的无限感激 我要跟大家重新看 再一次谢谢你们大家 同时请介绍更多好朋友 来支持五七报新闻 巨像还有优秀的五七报新闻团队 会继续为大家每一天 挖真相